小來小去騎 倫的卡達車 等待你下課 被你每天坐著騎 心心來問 拔中車的卡達車 倫的希望都騎在車 你這樣子連王士賢聽的 都會有點喇叭耶 怎麼有點到場啊 是啦 我們這卡達車是騎來騎的 就不是騎來騎的 我們以前騎來騎來騎 後面還要倒火箭泡 騎來騎到上面耶 你是要去看嗎 所以這台車你就是看了很特別耶 我跟你說你不要小看這台車 你不要小看這台車 這台車是在1868年 第一次舉辦的世界自行車大賽裡面的高輪車 你看這台車有沒有 這台車你會騎我 你要想他坐電腿去樓 這就騎樓梯爐你知道嗎 人家說沒有3、2、3不能上2、3 你可能上這台車 這還沒辦法 這還沒辦法 真的 這台是古董耶 不過呢 今天聽說我們來這裡還是要再講台灣之光 沒錯 我們就要講這個大度之光的第二趴 我們現在在這個自行車文化博物館 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要讓大家來探索一下 所以帶大家認識呢 200多年來的自行車文化之外呢 我們還真的有結合最新的科技VR 大家可以體驗當車手 你知道車手一般是要這邊上山啊 車手不是領錢的 然後就被抓走 不是啊 我們是要騎上 那間店哪有租啊你知道嗎 哦 你們這樣很熟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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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 我們這邊是健康的車手啦 不過這個我說啊就不驚奇了 因為呢其實有一個更懂的人在現場 我們就要邀請的是我們的 文化探索館的總監 音樂總監 汪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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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來來來來來 總監 要跟大家講旅讀台灣的觀眾才有這樣子的福利喔 因為呢現在其實 我們自行車文化探索館還沒有對外營業 是在Q4才開放對不對 在開放大家來看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初衷 讓大家能夠看到這樣子的文化 大部分人都會騎車 可是少部分人持續騎車 大家都覺得我會騎車呀 可是多少人懂騎車呢 我們希望透過探索館能夠更有效率的 讓社會大眾都能夠非常容易 簡單的更認識自行車 嗯嗯 我看總監平常也有在練 也有在騎腳踏車 總監聽說自行車還分成文車跟舞車 早騎進來的時候確實有分文車舞車 因為那個時候的自行車 一般來講像高檔的私家車 所以這個私自備的律師 醫師 教師 這些人的這個 那法師咧 法師可能是用雲 不是用車 這反應好 這反應好 厲害了 厲害了 舞車的部分就是拿來做生意用 它是拿來賺錢的工具 所以是在貨的 算發財了 是 發財了 一個算是輸家 輸家輸家輸家 我才知道 不過呢 我們要真的來看歷史 所以台灣如何變成一個自行車王國 就要再打來做 來來來 在那裡 在那裡 你知道自行車的發展 是從無到有的過程 嗯 一輛腳踏車就要35公元 所以美國開始興起了所謂的自行車熱 那就來找台灣代工 哦 那那時候我們說我們的這個巨大機械社 他們開始成立之後呢 接到了這個訂單 然後呢 它開始改變了台灣的 所謂的這個自行車的產業 他們 短短的十年內 達到了年產量千萬量 超越了日本喔 超越了日本 所以台灣呢 一瞬間搖身一變 變成所謂的自行車王國 也算是抓對了時機啦 所以從這個代工變成了做品牌 而且呢 照你剛剛講 我們等於說1980年代 就變成了世界的領頭羊 這是40多年耶 更重要的是2003年的時候 90年代 當時面對了中國的崛起 世界的工廠啊 便宜的代工嘛 所以肖價競爭 對 所以當時呢 我們說這個巨大的老闆 我們的董事長劉金彪 跟結合了他的不但是對手 現在要早來當夥伴 美麗達的董事長 曾炳黃 他們組成了A-Team 我們的自行車國家隊 開啟了我們的兩輪傳奇 他的四戰力 佔全世界的一半